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京中报国的故事 下期 咱们大家对杨家将并不陌生 对他们保家卫国舍身忘死的故事都要 说能详 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过七子去六子回的典故呢 潘报借此与其女孩潘飞一同看去皇上 将杨家满门抄斩 这一看就是借机恶意报仇啊 真怕这个皇上此时脑子不清醒 不过还好就在此时有人来报 辽军南下 京城以北的烽火台已经狼烟滚滚 主帅是辽国第一猛将耶律元 他的父亲被杨义所杀 对杨家恨之入骨 皇帝大怒派杨义出兵镇压 没想到潘仁美竟主动请英 太宗听了立即放潘仁美为主帅 杨义为先锋出兵攻打辽军 一直担任主帅的杨义 此时被所有夹击 一边是敌方辽国 一边是仇人潘仁美 但是他无法反抗 只能硬着头皮带着驱逐上阵杀敌 他已年过六十 体力大不如前 夫人蛇菜花很是担忧 出征前晚 妻子为其擦翅凯下 觉得潘仁美根本不懂调兵险将 由因潘暴之事仇悍杨家 父亲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但是只能心中愤恨 无法替父亲分忧 夜门关外 宋辽双方摆下阵仗 再次对峙 杨义率领五千杨家军 杀下敌方 所过之处 伤皇惨重 但是没想到去状况埋伏 盼人们一看不妙 竟然丢下杨家军 退兵逃跑 杨家军难以以少胜多 伤皇惨重 杨义还身中毒箭 摔落下马 但是依旧不顾政伤 奋勇杀敌 眼看杨家军就要被灭 谁曾想 伊律元此刻 双手退兵 放杨义一条生路 杨义带领剩下的残兵 直奔两堂山 杨府内 舍赛皇梦中惊醒 感觉大事不妙 连翼上山 见鬼谷子 鬼谷子又洞察天机之能 但是却不愿意泄露天机 最终只送出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天命难为 妻子去 六死回 妻子此刻已得到前线战报 父亲被困两堂山 其兄弟决定去救父亲 舍赛皇将大郎叫进坊中 给其看了字条 大郎打算舍身救父 护六位弟弟周全 皇上很准 妻子随即带兵 刚往两堂山救父亲 六郎与郡主含泪分别 将平安扶赠给六郎 望迹平安归来 谁知道这是耶律元的圈套 想要那死去的人马 来引出杨家妻子 好意往打劲 等他们赶到金沙滩 那里早已血流成河 战况惨重 此刻遇到辽军当道 杨家军丝毫不惧 直冲辽军 距离越来越近 只见此刻杨家军突然向空中 抛出上百只油团 弓箭手射穿油囊 此刻三郎射出一支火箭 顶刻间引爆油囊 漫天大火 辽军方寸大乱 很快伤亡惨重 杨家妻子很快奔往两旁山 耶律元是故意放他们过去 好让杨毅今眼目睹儿子惨死 此刻的杨毅 遭已身重剧毒 但今凉绝 蒙军派人美激到皇帝命令 却故意见此不救 但是耶律元却没有攻城 这时妻子赶到 杨毅才明白又中了圈套 他让妻子速速离去 但是儿子们不愿意 要誓死保护父亲 五郎留下来 帮父亲扒毒箭 刮骨疗毒 一刀刀割着父亲的肉 却痛在孩子们的心呢 七郎心中自责 想赶往环州城 找潘人美出兵救父亲 六郎追出去 早已不见身影 此时 耶律元率兵攻城 向城内泡一块块的巨石 杨洁军慌忙躲避 但还是伤亡惨重 杨洁妻子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二郎带着战马赶到 用战旗将父亲保在身后 众人上马飞奔 副官为他们争取时间 耶律元没想到 低估了两家妻子 没杀了他们 还被他们救走了杨洁 当其带领一把金骑针杀过去 大郎带领众人走小道 穿沙漠 人类马乏 一刻也不敢停歇 杨洁在苏武庙前倒下 这时 七郎抵达环州城外 向一命抵一命 但是潘人美 要让妻子陪葬 最终 七郎身中一百零八件而死 杨洁恍惚间看见七郎和他告别 觉得自己活着 只会拖累儿子 最终壮备而死 等到六子赶到 父亲早已断气 他们不忍埋葬父亲 决定将尸体带回 面对耶律元的追兵 大哥想几次挑战的话 就决定 以一人之命 换弟弟们的命 谁承想 那个六是六弟 而不是六个弟弟 最终寡不敌众 杨家妻子终究敌不过 除了六弟 全部惨死 六弟带着父亲 逃到燕门关外 但是还未闯口气 耶律元便追了上来 甩手一边将他打下马 六郎见他带着 几位大哥的兵器 心中悲痛不已 上前和耶律元大打出手 耶律元身材魁梧 出手凶猛 六郎连夜赶路 早已体力不支 很快被耶律元 接连打翻在地 耶律元以为自己占上风 不料 六郎一个倒个葱 刷倒在地 头晕目眩 无力回首 六郎心中愤恨 一圈圈打在他脸上 血涉模糊 六郎想带父亲离开 没想到耶律元挣扎起身 想背后偷袭 六郎一个回马乡 让其当场身亡 六郎终于不负哥哥 姬母亲的嘱托 将父亲带了回去 此刻奢策话才明白 那句妻子去 六死回的含义 但是早已为之已晚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部影片可为让人看得 是惊心动魄 欲罢不能啊 但是六死的惨死 到底是天命 还是思虑不收 看来 一个国家的强盛 不只要靠这些 忠有之事 还离不开一个英明 有脑子的皇帝啊 如果皇帝能早日 识破攀日美的心思 想必杨家也不会遭此惨祸 一代良相也不会最终惨死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还是得有一双慧眼 才能做到慧眼石珠啊 还认为这些小时 我让人家使得到 我们下午后 我们下午后 再来说 你再来说 还能做到 这些小时 在这些压力 那边 准备 我在这边 我 在这些压力 都不在家 也不在家 在这些压力